全油管最快新闻,电动车行业四大新标准将实施11月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四项电动车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规范电动车产业市场秩序,提高安全性。 全方位立体化观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部发布新规自然保护的生态环境调查与观测技术规范, 11月起实施,采用多种观测技术手段对自然保护的进行全方位立体化观测。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行业标准实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四项行业标准, 计划从11月1日起实施,提升群众体育赛事的办赛、参赛、安全评估和运营服务规范。 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中国将于2023年3月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11月起生效,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提高贸易便利。 两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广西和天津,将于11月起调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月最低工资和小时工资。 深圳公积金租房提取刷新,深圳市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 规定从11月起,符合条件的无房职工可按月英缴存额的100%提取公积金。 贵州调整职工基本医保缴费年限,贵州省发布通知, 规定从11月起,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职工需满足一定医保缴费年限条件。 天津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公交车,天津将实施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实施办法, 从11月1日起免费乘车政策生效。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 感谢观看